您好 欢迎收看3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贵 每年3月份植树月 花莲县政府和花莲领馆处携手 在3月20号 在国府大桥北岸提防内 举办了植树月建奏活动 邀请乡亲一起来享受绿地野餐 还有音乐会 也把充满希望的苗目带回家 现在许中学表示 这次植树月活动 着重在探西纯 花莲县政府与花莲营区管理处 去年度发放近20万株苗目 辅育超过万公顷之林地 不仅努力扩大森林的面积 并且尽有妥善经营以及合理的利用 才能够发挥森林探西纯的功能 瑞瑟有一个慢跑 然后中午又是健水 健水季 然后我们现在的全中域又在做资格赛 所以花莲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尤其是3月 很适合见走 很适合交游 那在今天正好有点小小细语 这位就不多说 我想跟着联合 我们跟联合国17项指标 不断的往前走 尤其是节能减碳 其实是现在很重要的议题 2050年要静零碳牌 而花莲县政府县的政策的推动 跟着有序17项指标 以及静零碳牌 花莲有87%的律覆盖率 所以我们珍惜每一寸土地 而且希望那这个这几年不断的在植树种树 让我们能顾探而且更能够减碳 所以在这里有这么多的贵宾要谢谢他们 文化处长陈树文表示 这次活动借由建筑和音乐会来体验生活的探寻 活动当天完成建筑活动 以及捐赠两张发票 就可以换得数秒 所募集的爱心发票将一并捐给创始基金会 活动现场准备了桂花 以及后叶石斑木 共三千株 并且结合华南县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回收肥料 用限量的环保旗帜装起来 让来参加的民众能够减速 减碳的精神能够打包带回家 记得请欢迎 华氏卫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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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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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